五星級的開幕來賓在起跑前相互的握手 而接下來由總統名槍 兩萬多人的大陣仗開始大步的向前衝 阿扁總統同樣不若人後 他穿著西裝褲和皮衣鞋跑了1500公尺 這一次的比賽有來自世界36國 200位職業好手參加 各個都是衝著風景優美的真文水庫比賽路線而來 為了不虧待這些世界好手選手村 特別挑戰了豪華的五星級大飯店裡 同時還提供了多達200多位醫護人員的醫療團隊來服務 果然選手們跑起來是各個得心應手 最後比賽結束冠軍揭曉 由去年世界冠軍意大利級的費特瑞 以7小時4分52秒的成績再次拿下了金牌 而這也打破了世界杯超級馬拉松賽 從來沒有人連裝的魔咒 華視新聞 陳一瑞 台南報導